十大韩国旅游必到特色景点 1.景福宫 景福宫位于韩国首尔市中心 是韩国最著名的宫殿之一 也是朝鲜王朝的皇家宫殿 景福宫建于1395年 是韩国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宫殿 也是韩国重要的历史遗址之一 景福宫内设有多座华丽宏伟的建筑 包括主体建筑宣化门 景福殿 瓷衣殿等 展示了朝鲜王朝的建筑风格和精湛艺术 宽敞的宫殿庭院和精美的花园 给人一种宁静和庄严的感觉 每天景福宫都会举行卫兵交接仪式 游客可以欣赏到穿着传统服饰的卫兵的表演 领略古老的宫廷礼衣 景福宫是韩国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 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参观和体验韩国的历史文化 同时 宫殿所在的位置也靠近其他著名景点 游客可以方便地游览周边的历史古迹和现代景观 2.首尔塔 首尔塔是韩国首都首尔最著名的地标之一 也是游客必到的特色景点 这座塔位于南山的山顶 海拔约236米 可以俯瞰整个首尔时区的美景 游客可以选择搭乘缆车或徒步爬山到达塔顶 欣赏城市的壮丽景色和日夜交替的美丽风景 塔内设有观景台 餐厅 咖啡厅和礼品店 是一个绝佳的观景和休闲场所 夜晚首尔塔闪烁着绚丽的灯光成为城市的明星之一 不仅如此塔上还有情侣所过道成为情侣们浪漫的约会地点 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首尔塔都是探索首尔的绝佳去处 为您留下难忘的回忆 3. 明洞 明洞是韩国首尔最繁华的购物和时尚街区之一 也是游客必到的特色景点 这个充满活力的商业区拥有无数的时尚精品店 美容护肤品牌 韩国传统美食摊位和国际餐厅 满足了各类购物和美食需求 您可以在这里购买到最新的时尚潮流服饰 化妆品和饰品 还有当地特色的纪念品 此外 明洞也是品尝传传统韩国美食的好地方 如炸鸡 炸酱面 烤肉和时锅拌饭等 在夜晚 明洞的灯光璀璨 街头艺人表演和露天摊位增添了浓厚的娱乐氛围 无论您是购物爱好者还是美食探索者 明洞都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 为您带来愉快的购物和美食体验 4. 人寺洞 人寺洞是韩国首尔的一个历史悠久 且具有传统文化氛围的地区 也是游客必到的特色景点 这里保存着许多传统的韩国文化和艺术元素 如古老的木质建筑 传统的手工艺品和艺术画廊 游客可以在人寺洞漫步 欣赏传统韩国艺术品和手工艺品 选购具有当地特色的纪念品 人寺洞还有许多传统的茶馆和餐厅 供应传统韩国美食 如石锅拌饭和炸酱面 在这里 您可以体验真正的韩国传统文化 了解韩国的历史和艺术 此外 人寺洞也是一个艺术家和摄影师的天堂 因为这里处处充满着独特的景色和照相圣地 无论您是文化爱好者还是艺术探索者 人寺洞都是一个值得一游的地方 为您带来独特而难忘的体验 五 激州岛 激州岛位于韩国南部 是一个令人陶醉的自然度假圣地 也是韩国最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这座岛屿拥有壮丽的风景和多样的自然气观 包括美丽的海滩 巍峨的火山 神秘的洞穴和茂密的森林 游客可以在激州岛上享受各种户外活动 如徒步旅行 攀岩 潜水和冲浪 此外 岛上还有许多独特的文化和历史景点 如汉拿山国家公园 成义民俗村 成山日出风 泰迪雄博物馆和海女博物馆 激州岛以其新鲜的海鲜和独特的岛屿美食而闻名 游客可以品尝到当地特色美食 如黑猪肉和海鲜火锅 无论您是自然爱好者 还是寻求冒险和放松的旅行者 激州岛都是一个值得一游的地方 为您带来美妙的度假体验 六 韩屋村 韩屋村位于韩国首尔市中心 是一个迷人的传统韩屋聚落 为游客提供了一窥传统韩国文化和建筑的绝佳机会 在这里 您可以漫步于狭窄的小巷 欣赏精美的韩式木屋 感受悠久的历史氛围 这些传统韩屋保留了古老的建筑风格和传统的居住方式 为游客展示了韩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在韩屋村 您还可以参观一些文化艺术工作室 了解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过程 并且还有一些展览和活动 让您更深入地了解韩国的传统文化和艺术 此外 韩屋村还位于仁寺洞和景福宫等著名景点的附近 方便游客在一天内浏览多个景点 无论您是对韩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游客 还是想要在独特的传统建筑中留下美好照片的旅行者 韩屋村都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旅游圣地 7.韩国民俗村 韩国民俗村位于韩国荆棘道龙人市 是一个展示传统韩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历史村落 这个风景如画的民俗村再现了韩国传统村庄的原貌 为游客提供了穿越时空的体验 在韩国民俗村 游客可以欣赏到许多传统的文化表演 如民间舞蹈 歌曲和传统婚礼等 让您感受到浓厚的韩国民俗文化氛围 此外 村中还有许多传统的韩屋和建筑 您可以漫步其中 了解古代韩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居住环境 在这里 您还可以尝试穿上传统韩服 并拍摄精美的照片 韩国民俗村是一个绝佳的旅游目的地 无论您是对韩国传统文化感兴趣 还是想要体验真实的韩国传统生活 都能在这里找到满足 8.清瓦台 清瓦台位于韩国首尔市中心 是韩国总统的官邸和办公地点 也是代表韩国政府的象征性建筑 它以独特的蓝色琉璃瓦屋顶而得名 是一座融合传统韩国建筑风格和现代化设施的建筑 作为韩国最重要的政治中心 清瓦台通常不对公众开放 然而 游客可以在外围欣赏这座美丽的建筑 并参观附近的清瓦台博物馆 了解韩国总统办公地点的历史和功能 周围的清瓦台公园也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游客可以在这里欣赏美丽的花园和湖泊 还可以远眺清瓦台的壮丽景色 虽然不能进入清瓦台内部 但作为韩国的象征性建筑 它仍然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一堵风采 并体验韩国政治和历史的庄严氛围 9.东大门 东大门位于韩国首尔市中心 是首尔最具代表性的购物和时尚区之一 也是韩国最古老的历史遗迹之一 东大门拥有多个购物商场和市场 包括东大门设计广场和东大门市场 是韩国最大的传统市场之一 在东大门 白天这里是购物者的天堂 有各种时尚服装 鞋类 化妆品和纪念品等 让人应接不暇 而到了夜晚 东大门变身为美食之地 许多美味的小吃摊位在夜晚开业 为游客提供各种美味佳肴 此外 东大门也有一些历史和文化景点 如东大门城堡和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 可以让游客了解韩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 总体而言 东大门是一个极购物 美食和文化与一体的独特旅游圣地 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体验首尔的魅力 10. 乐天世界 乐天世界是韩国首尔市最著名的主题公园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主题公园 乐天世界于1989年开业 拥有丰富多样的游乐设施和娱乐活动 适合各个年龄层的游客 在乐天世界游客可以唱完各种刺激的过山车和云霄飞车 体验令人惊叹的3D和4D影院 还可以观赏精彩的水上演出和表演 乐天世界还设有许多主题区 如童话世界 冒险乐园和水上乐园 满足不同游客的喜好和需求 室内部分的乐天世界还设有购物中心 餐厅和咖啡馆 为游客提供舒适便利的休息和用餐场所 而室外部分的乐天世界则拥有美丽的花园和湖泊 可以欣赏到壮观的景色 无论是家庭出游 情侣约会还是朋友聚会 乐天世界都是一个绝佳的旅游目的 每个国家都拥有独特而令人惊叹的景点和文化遗产 让我们继续探索世界各地的美丽文化吧 谢谢大家看到最后 下期见